腰疼了 今天我们给大家做一栋没有肉的抓饭 用新疆干果做出来抓饭 大家也看看抓饭里面不光吃肉 用干果做出来抓饭 也香 走 我来洗菜 你来切菜 胡萝卜切成条 黄萝卜也切成条 再切点辣椒 起锅烧油 抓饭的油要稍微要多一些 先放洋葱 再放胡萝卜 把萝卜炒软 放点盐 少放点花椒面 我每次做是放点花椒面 这个胡萝卜呢一定要炒成这样子 就炒软一点 然后把汤汁炒出来 炒成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把洗好的大米直接给它铺到里面就行了 大米一定要把胡萝卜盖住铺开 水要慢过大米 把葡萄干冲洗干净 因为我们今天做的是酥抓饭 杏干洗干净 然后把我们新疆的这个吊干杏 咱们给它铺到上面摆一下 然后再放点我们新疆的葡萄干 你可以这样给它撒给就行了 然后咱们就盖盖给它蒙 大概蒙个半个多小时 金河馅的枸杞 小枣 我再放点葡萄干 给它一泡就OK 红勺肉 这叫皮辣红 洋葱 辣子 西红柿拌出来的 我们把它拌匀 再蒙一会就好了 出锅了 成盘 用新疆的这个干果葡萄干啊杏仁啊 杏干 做出来的抓饭呢 它更香甜 因为我们这个新疆的干果呢 它糖控比较高 所以做的饭呢 香甜可口 嗯 来吃 来吃 嗯 再来一杯咱们新疆 那狗 狗鸡子 红枣 葡萄干泡的干果茶 这个是弱腔的灰藏 泡茶泡开水 对 放茶叶也行 不不放茶叶也行 更甘甜 你不能喝 我喝 吃丫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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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汤